因為那時候NCC要關中天就是先射箭再畫吧 就是想要把你關掉 然後就找各種理由罰你 然後最後再用你被罰太多來把你關掉 其實這就是政府關掉一個新聞台 讓人家覺得很可怕的地方 就侵害到新聞自由 這再次證明了我剛剛講的嘛 其實就是為了關而關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理由 我們當時看到都覺得非常不合理 譬如說裡面有名嘴去評論 陳吉仲是一個不適任的農委會主委 那你要罰應該罰名嘴 你怎麼會罰電視台 那這樣子只要任何電視台有報導 哪一個人的評論 假設那個評論被認為是 被NCC認為是不恰當 電視台就被罰 那這樣子電視台還敢去採訪任何人嘛 所以我覺得算是再一次還給中天公道 如果以當時來講確實有偏頗 為什麼偏頗 因為它沒有那麼嚴重 清德兄在台南是更嚴重 兩萬七八千例 而且死亡有112人 所以基本上中天跟NCC的對抗太多了 我個人在裡面就名列兩三條被罰過錢 最後都贏了嘛 我想當時的NCC就是有針對性 所以為什麼這次我們對NCC的人選 確實是要嚴格來審查 如果掌控國家所有媒體 督導監督的一個單位 你不能很公平的來看待所有的媒體 而是親疏有別的對待 那這個委員就是不適任了 都不適任了